是否在工厂仔细组装爱奇华名表另外一张桌上放了大量印有瑞士制造SWISS MAD的表盘 仓库还有好几箱准备出货的手表 但这些精品昂贵名表却被法务部抓到不是纯正瑞士协同 实际到台中大理某手表零件精密公司 保全阻挡拍摄一问三不知 调查局查出该公司阳心负责人 从民国95年买入瑞士爱奇华名表的商标 号称是瑞士制造 在全台各大购物频道和百货公司 像是中部的专柜地点 有知名的连锁卖场 还有丰元某家百货公司 吸引了不少贵妇金字塔顶端的族群购买 但实际上这些名表都是在台港路组装制造 获利超过4.7亿 他们大部分爱奇华名表 都是他们自己的公司 或者是香港爱奇华公司的师傅组装的 用这个来误导消费者认为 所有的型号的爱奇华名表 都是在瑞士原装进口 调查局补充 除了机芯是从瑞士进口以外 其余零件都是自行生产或购买 阳性负责人为了洗产地 会把简单的组装工作 从香港转送到瑞士组装 像是装表带 以获得瑞士产地证明 还只是员工赴进口完税 证明文件 会引药消费者被查获后 各大百货公司都已经要求撤贵 全案依妨害农工商罪 加重诈欺罪争办 TV主任将军的罗维新 台中报道